位于福建泉州丰泽区的法石港 曾是颂援泉州海洋贸易版图的重要一环 许多泉州人从这里出发 踏上到海外谋生的航程 在法石港的对面 两座房子并排而立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美山和氏祖措 和鉴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贤鸾兴煞 从这里走出的爱国华侨和尧坤和尧黄兄弟 留下了讲教讲学的贤鸾美谈 近日记者探访贤鸾兴煞 从何时兄弟留在家乡的翻客楼出发 了解老姨贝华侨爱国爱乡的故事 住在这里的何建南老人 是何瑶坤先生的儿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亲自参与都建了这座房子 每一个都市是多都保满的 要算起来要算北条 另外这个研究 全部的施工全部都是手工雕刻的 何建南告诉记者 自己的父亲和叔叔 生于法石美山的小村落 因为家里清贫 他们没能读书 小小年纪就外出打拼 上世纪三十年代 他们先后到新加坡谋生 历经磨砺 终于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两个人因为从小贫困 没有办法读书 所以长大了以后 他们心里面 愿望就会回报社会 当他们事业 炒鱼成功了以后 就对家乡里面 东海中学啊 保教小学啊 华教小学等 几个单位都做出一定的贡献 那以后呢 感到结果还不够 所以就详尽办法 把这个贤困大厦造起来 矗立于泉州市中心 九一路的贤困大厦 1986年竣工 是当时泉州的第一高楼 同年 何摇坤 何摇黄 昆仲在家乡创办成立 贤困福利基金会 并设立奖教奖学金贤困奖 除原始资金300万元外 贤困大厦的租金和所有收益 均长久作为基金会的经济来源 贤卵取资何氏兄弟父母之名 贤卵奖专注奖学育人 至今已有近2万名优秀学子 优秀教师获得贤卵奖 公益事业支出超2704万元